对于金融捷运负担经费暴增争议 立法人蔡世英表示 3月16号行政院副院长曾文燦 有特别召开专案会议讨论 交融部次长胡湘林也曾拜访过她 蔡世英说她的立场很清楚 过去一连串的努力让金融捷运有重大的进展 不希望在推动过程中有人放弃 蔡世英也认为交融部提出的沿线开发利益 应该可以有效减轻金融市政府的负担 我的意见非常清楚 就是说整个金融捷运是过去一连串的努力 才能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那目前也是在做综合规划 以及在做环平的过程 那我们不希望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放弃了 那中央也理解到我的态度 那也期待说相关的预算的配合 不论是中央支持或者地方支持的部分 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共同 可以达到的一个共同目标 让案子能够尽速的推动 那今天胡湘林胡正次来到金融跟金融市做的一个沟通 就是做整个工程的进度 以及预算的沟通分配的部分 那因为这整条路线 昨天交通部有公布延线的开发利益 也有将近快四十几亿的使用 相信未来把这些回推算入 整个金融捷运的工程费 对于金融市来讲将会减轻不小的 新建的负担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部分 双方应该会取得一定的共识 当然不敢说第一次的讨论 就能够达到目标 但我期待大家一起努力 让金融捷运继续往前走 不要放弃金融捷运 金融市议会议长同志伟则直言 金融市政府不应该将责任权推给中央 应该提出相关配套 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 透过捷运紧速串联北北基桃生活圈 以符合地方民众的需求 我想我们金融市议会 我们所有党团的所有成员议员 都非常重视金融捷运的发展 那我想金融市政府不应该把责任都推到中央 那我想中央跟地方好好的合作 这是城市整个北北基桃 共同生活圈的问题 我希望金融市政府也拿出相关的配套措施 跟中央好好的来合作 我想钱的问题其实都可以谈 那我最重要的是怎么把生活圈串联起来 然后符合地方的需求 那我想希望金融市政府可以重视地方的声音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